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禍福相依,恐慌之後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648點,收報26129點 注意,最低曾經跌破過2萬6關 最低是25,989點 而今天的成交很大 因為有MSCI,有些成分股轉變 成交是高達1,681億 大成交這樣跌,當然是不好養 今天都說到禍福相依,恐慌之後 大家知道,美股在今個月的月頭的時候 即今天2月份,最後一天,2月28日 但在月頭的時候,美股的時候還是威威威勢 表現都不錯 但是受到現在疫情的影響,恐慌拋售的非常之嚴重 一夜這樣,連跌四天,跌了三千幾點下來 由高位計算,道指跌了11、12% 都不可以說不是急的跌幅 我們先看道指這幅走勢圖 受到疫情影響 昨晚說到美國有8400人需要檢疫 很害怕 雖然總統特朗普那些安撫大家 或者彭斯這麼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委任了彭斯統籌的防疫 彭斯這麼說,目前美國公眾面臨的新冠肺炎的風險 仍然都很低的 希望安撫大家 但大家都知道,其實情況轉趨惡劣的了 特朗普就考慮行使權力提高防護裝備的產能 甚至說到要動用戰時法律 以擴大口罩和防護服的生產 大家都知道現在才來備戰 這場疫戰比較慢,比較遲 其實美國雖然還未出現大爆發 但歐洲方面已經在大爆發之中 意大利有多250人確診 總共現在650人確診 德國已經將1000人隔離 我們周邊的南韓每天都500人以上的確診數字 其實都挺害怕的,在外圍不斷爆發之中 上星期五,跟大家說到 內地不害怕,外圍不害怕 那沒有辦法 現在內地,因為你是出口轉外銷 今天輪到A股都要跌 因為外圍都要跌到飛起 今個星期一說,外圍恐慌 不斷跌 恐慌了,去到星期五 差不多一個星期 估計今晚還是要跌跌 看看能不能夠揣定 所以看看恐慌之後會怎樣 何時恐慌結束呢 現在這個道指相頂形態地跌 前浪底,即是去年8月低位25339 現在都跌到來25000區 今晚有機會試前浪底 昨晚去到14RSI 其實已經是道指很罕見 跌到18.6 18.6 即是超賣得很厲害了 會不會在25000區那裡 能夠尋到短期的底 不能夠講長期底 千萬不要這麼大安止意 一定要保持危機意識 不能夠講長期底 會不會尋找到短期底部呢 我覺得25000區有機會 稍為跌穿這條綠色線 即是前浪底 一定是在前浪底附近 那我就不做得準 大概25000區 有機會出現一個短期底部 然後呢 但是不是長期 現在記住 否則又可能被人抓住來說 你不是說這個底部嗎 不是 現在記住 暫時疫症底下 要保持危機意識 不是長期底部 希望25000區附近 就見到一個短期底部 因為超賣得很厲害 而標普500指數的情況 類似都是這樣 相頂下跌 加跌 慢慢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 大概是甚麼呢 就是2900這些水平 即是上升軌的水平 就希望它可以尋到一個短期底部 那麼 S&P500指數 那個14RSI 就沒有道指那麼超賣的 道指剛才說 跌到18.6 而S&P500 就是20.1 20.1 沒有那麼超賣 但是也是很嚴重的超賣 雖然沒有它那個極之嚴重 但是都差不多了 有機會再跌一點點 有機會尋到底部 希望 好了 那麼 美國十年期債息 就是怕到這些恐慌到飛起 就是因為為甚麼呢 1.2來都跌穿了 1.2來都跌穿了 歷史新低 固然是 而這個倒掛的情況 就是跟3個月票據息 倒掛的情況 非常之嚴重 倒掛多少呢 3個月票據息 還是1.456來 1.45多來 以及1.2來 其實跌穿過的 相差還有0.25來 那就是說明甚麼呢 倒掛這麼嚴重 市場其實派出了現在 就是聯儲局 原本說昨天都和大家還說 四月才會減息 提前到 那現在不是了 其實昨晚呢 經昨晚一跌之後 三月減息的機會都很大的了 三月減之餘 不只是減一次 現在派先是三月減0.25來之後 四月再要減0.25來 其實來看 隨時今年 不單止減兩次 有機會減到三次 因為實在 現在那個 聯邦基金利率 和現在現實上高的息 相差實在太遠了 如果減三次 都是有機會的 那就是說 昨天其實都說到 不希望它跌得這麼深的 即是那個債息 不希望它跌得這麼深的 如果它跌得這麼深 即是說 那個股市不好 即是說 我們要受一下 那結果 其實今天就出現了 那個債息跌穿1.2來 股市 即是要大跌 那港股今天也要賠跌 看港股的情況 港股今天 是 曾經 不是 就是收市位 都是失手 前浪底26145 收26129 曾經跌穿過2萬6關 這個2萬6就失而復得 但是都不要這麼大安置疑 因為今天只有一個裂口下跌 現在一個裂口在這裡 在大概2萬7之上 這一點 第二個裂口在這裡 小心 但是今天有個大成交 大成交 對港股來說 某個程度是一件好事 因為持續跌勢之後 出現這麼大成交 即是有很多轉了手 昨天都其實說到 在2萬6千 2萬6千4 這些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 已經見到有些收集的 每天跌下去都是洋足 今天受外圍影響 再下一棍下去 其實又大成交 又是見到有很多東西 買 短期有機會 都是 如果美股能夠做得到底 它是有些 可以有機會反彈 但是我現在來說 就不敢說中場線會是怎樣 因為疫症面前 疫症的情況 經常都變化 雖然內地的疫症 數字 有些說官方數字 你不要相信 我經常都說 不是說信不信我官方數字 而是內地市場 相信 市場對內地的疫情 覺得它是受控的 應該有你的講故 記住這件事 不是我講 我講話什麼 你不信 沒有保證 可以不信我 但是你信市場 為什麼市場覺得 內地的疫症受控 你看看人民幣匯價 最近美國這樣不行的時候 那些錢流回人民幣 美元對人民幣是跌穿7 向下是人民幣強 向上是人民幣弱 現在跌穿7 就是大家對內地 反而有些信心 這個是貨幣上 你見到這樣的走勢 雖然你說不是很大 信心不是很大 當然是 來地現在的疫症都未完 當然不是很大的信心 但是 起碼都有些信心 所以人民幣是升了一些 那你如果人民幣升了一些 即是說 在香港的中資股 都應該是受到青來 所以現在這下跌下來 恆辛指數 2萬6邊 如果再跌的話 其實在2萬6邊 由於美股都開始跌 我覺得都可以是說 夠膽 偽高人膽大的 可以少著 想想 當然保守營投資者 仍然都還是觀望為常 千萬不需要這麼快出手 因為它還是有權 如果美股指不到射的話 還是有權跌 跌到2萬5邊 就是前浪底2萬4千9 是有權再下的 但是這個現時來看 開始有些人在收 因為這麼大成交 這幾天也是跌來的時候 揚足 港股的跌幅 也是少過美股 少過A股 所以應該是看到 開始有些少少回穩的跌象 不過這些回穩的跌象 只是適合什麼呢 偽高人膽大的投資者 少著來搏反彈 至於保守營的 暫時來看不需要急 等市場什麼 一於等危機過去才入市 這個其實今期的投資者 周一的時候 那個題目也是這樣 內心等候危機過去 如果你保守營的話 就等吧 不需要急的 好了 今日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